各位評審各位老師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中國科技大學新竹校區的田蘇雅跟黎昌倫 那我們這次的主題呢我們設定為我們叫科畫 我們的業主設定呢其實是設定為一對夫妻 那男主人的職業是一對木雕藝術家 而女主人則是一位他行銷專員 他負責幫忙先生行銷他的作品以及網路上販售 然後還有策劃展覽 他們共同的興趣是他們都喜愛大自然 那我們最主要是以木雕藝術家結合幸福圓融的意象 最後我們以樹做我們的發想概念 那接下來呢是我們的概念發想過程 首先我們以樹的樹幹做為擷取 擷取之後呢我們把它簡化 簡化之後我們讓平面轉成立體 立體最後再加入幸福圓融的意象 最後就完成了我們的建築形體 那我們的建築形體呢 我們主要的材質是以木頭來做我們的結構 那木頭我們簡單舉出三點它的特性 抗震耐久以及環保 而這個就是我們的建築外觀 首先我們來到一樓的入口 室外的休息區呢 是可以讓公園的民眾來休息以及參與雕刻的藝術 增加城市間的溝通以及互動性 那我們再以大面的落地玻璃 做我們的大門 這樣做是為了有良好的採光 以及穿透性 讓工作區更充滿明亮的感覺 進入空間後 我們的一樓地板 利用人工草皮 原因是為了讓戶外的大自然 能夠延伸到我們的室內 按下來進到一樓的工作區 一樓我們才挑高的方式 除了空間能更為開闊之外呢 我們也讓一樓的工作區 與二樓的廚房能夠有良好的互動性 現在我們一起繞過了工作區 即將上到二樓的廚房部分 而一樓上到二樓 我們的樓梯設置在外面 我們用意是為了讓業主工作完 回到他家中時 能夠有一個緩衝 並轉換心情的一條路徑 二樓上三樓的樓梯呢 我們則是以懸吊式的方式 讓我們上下樓梯的時候 能夠俯瞰到一樓 使空間能夠更有穿透性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踏上懸吊樓梯 一起進入到三樓的住宅空間吧 三樓的空間會讓我們看到戶外的公園 讓戶外公園景色能夠引入室內 那我們使用了大面開窗 能夠使空間的採光更加的良好 然後完全開放的空間呢 讓夫妻之間能夠更有凝聚力 我們經過了客廳 我們現在又越過了臥房 最後我們來到了我們的衛浴空間 浴室部分我們打破以往的傳統 我們大膽嘗試以無隔間的方式 讓夫妻的生活中更增添了情趣 能夠使夫妻間的感情更加幸福感 幸福感也更加的加溫了 現在讓我們一起回到三樓入口處旁 現在我們看到外面的景色 和我們的室內造景部分 因為業主他喜愛大自然 所以我們在室內設置室內造景 為了是呼應南方的景觀公園 讓自然能夠延伸到室內 形成一個巧妙的結合 最後我們以幸福做了我們的主軸 不僅讓工作與生活能夠結合在一起 更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 也增加城市之間的凝聚力 這就是我們想表達的設計理念 其實我還蠻喜歡你們這一組的 一開始在出屏的時候 最上面的那個view 這個view有吸引到我 我覺得 我說不太上來 它不是一個很漂亮的設計 可是是一個會吸引我 我覺得是有趣的設計 那剛好是你們這個view 我覺得抓得還算有張力 那可是兩個男生 就是你們兩個這麼陽剛的人 來講愛情故事 有點讓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希望說 我是會希望剛才那個居中平那個女生 來 手這樣遮的一邊來講這個故事 可能會更感人 那我覺得提到一些西服 就是整個造型我沒有什麼太大意見 它其實算是有趣的 那它當然它可以調得再有美感 比例再好一點 那這個是它的有後續的空間 可是我要講的就是你們室內的這個 這個示意圖的這個材質的運用 我覺得沒有抓得很好 感覺起來像是一個爆發戶 就是可能你沒有原因沒有要表現這樣 可是看起來是個金光閃閃的一個爆發戶 有很多錢 所以我蓋了一個觀景台 讓所有人知道我很有錢 我就住在這裡 有點像感覺 我覺得材質沒有挑好 那材質它定位是 你要定位在低調或是高調或是奢華 這個定調其實跟你的整體造型是 要產生關聯要把它定調好 不過我還蠻欣賞你們的簡報方式 就是從一開始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能才是比較 真正的一個我們想要看到一個簡報方式 而不是說其實前面幾組它都是一張一張 把它版面有的東西再放一次給我們 可是我覺得你們這樣做這樣 我會專心去看 然後會順人的劇情 只是一點小小的建議 假如要挑毛病的話 最後那個再重複一次 那個就感覺又多了 好像其實你在那個之前你就停了 其實我覺得還蠻完美的 OK 謝謝 這件作品也是在剛剛一開始 作品十五個都在前面的時候 我住足很久的 那因為一開始我不知道這個競賽 有沒有使用功能性 還是完全發揮創意就好 要完全發揮創意我好喜歡 應該講說 我看到它的這個感覺的時候 它假如撇開生活機能 它是一個商工或夜店 OK它重了 它就重了 那當然你們兩個穿的也像個新男 也會有這樣的張力 那我細細看你們對這件事來講 是認真的 那這態度我很欣賞 就是拋頭人這樣做的也都很好 我確實有被你們帶著去看你們的說明 也讓我很輕鬆的不用再去用力的去看裡面的內容這樣 但是講完之後我又有一個很很很 很同趣的一個東西 讓我聯想到 我帶我小孩去迪士尼 去泰山的家 那個樹屋 哪一個給我更親切更想在裡面待久一點 是泰山的家 這像鋼鐵人的家 就像電影鋼鐵人 哇科技感 現代感很十足 那但是設計競賽看到這個作品 那我還是開心的啦 我相信那分數不會低 那我要看到有創意的東西 很多東西現在看 就像我看完我覺得很大膽 但不實際 但是這種東西我常常會回到一個 設計的出發點跟緣由 我們必須客觀去看 你為什麼做這件事 假設是設計競賽 那可以很大的包容 就好像很多房子在推案的時候 樣品物跟實際的差距都還蠻大的 樣品物它就是要吸引人的目光 所以這出發點你們有做到 這點我是蠻肯定的